蓝语妇女们 穿着达物族传统服饰 跳着头发舞 是蓝语庆典不可少的表演 不过可别小看她们 看着大人跳舞 甩发只是简单的动作 没有三两三 可是会甩到头晕 站都站不稳 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不要勉强 不要勉强 太热了 头晕不掉了 头晕所带来的表演 小朋友也穿着钉字裤 以传统兼创新的方式 展现亚美族人 代代相传的海洋民族风情 不过现在蓝语 也有少数汉人女子 嫁给当地大物族人之后 为了入境随俗 也要学会跳头发舞 而在这群妇女当中 也可以很明显看出来 有两位皮肤较白的汉人媳妇 她们可是相当辛苦 每次跳头发舞 甩发时都头晕站不稳 也让在场的达舞族人 哈哈大笑 是有点困因为要融入她们的那个 展现出她们的那个跳舞的力道 比较困难 像头发这样甩头会晕吗 会啊会啊 那之前刚开始练习的时候 晕很多 这群的达舞族人 把头发当作是上天 送给女子的最美的礼物 妇女在节庆时所跳的头发舞 将垂至地面的头发猛然甩起 长发齐扬 就像一波波澎湃淘涌的黑色浪潮 达舞族是海洋民族 歌舞也与澎湃大海呼应 妇女跳的头发舞 以长发舞弄波涛 兼具丽与美 是造访蓝宇不可不看的传统表演 也难怪来岛上的游客 都会猛按快门留下最美的画面 越大声越有力了 我们的头发快坏了 东南新闻陈静烈 蓝宇湘采访报导